加泰前主席普伊格蒙特宣布独立之后马上遭到撤职 并面对叛国和煽动罪名等多项重罪的指控 当事人士后前往比利时马上就引发潜逃出国 寻求庇护的说法 结果纷纷扰扰将近两天 普伊格蒙特在布鲁塞尔召开记者会粉碎谣言 表明自己愿意接受年底的重选挑战 但是前提是中央必须保障他的团队 也探明希望能够得到公正独立的审判 Tomem les eleccions que ha plantejat l'estat espanyol com un repte democràtic no ens fan por els reptes democràtics al contrari si l'estat espanyol ha volgut fer un plebiscit per legitimar el 155 demano també un reconeixement per cadascun dels consellers i conselleres del meu govern tots tenen molt presents els seus fills i la seva família davant de l'amenaça a la que ens enfrontem 然而普伊格蒙特远走布鲁塞尔招來兩極化的聲浪 加泰社會黨認為在法治的社會里 人人都有平等的待遇 所以當時人應該留在加泰 但是有人炮轟 西班牙司法系統不夠透明 也欠缺獨立 法律根本無法保護人民 所以到外国避風投情有可原 至於暂时丧失自治權的加泰隆尼亚 政府機構目前運作正常 在普伊格蒙特發言之后 部分一起前往布鲁塞尔的前部長 已經回到巴塞罗那 法院也會從星期四開始 審理針對他們的形式指控 如果沒有助遇的話 這批前內閣成員都可以參加12月的地區選舉 不過投票也不一定能夠解決分裂的局面 因為統派和獨派的支持度不相上下 一場獨立夢撕裂了加泰社會